你想想看基隆市是一个县辖市长 他只有37还是38万人口 基本上比板桥恐怕都有60万 大家就会开始怀疑 那你本来是掌管区长都还小的一个市长 那你现在来管这个内政部长到底行还是不行 就是说行政团队看起来这一个团队 很多的在野党甚至民众都对他非常有意见 什么金瓶庄舅舅 然后再来就换汤补换药 这些民众仇恨值很高 大家都期待要换的这几个部会首长 比如说陈吉仲 陈吉仲私底下我觉得这个人还OK 那他也愿意跟你就事论师 他比较意识形态 在立法院里头他对立法院的回答跟咨询很悠条 除了陈吉仲呢 其实团队里头大家比较有 有意见的 有意见的之前就有几个意识形态很重的嘛 一个是陈吉仲 一个是卫护部部长 薛瑞源 薛瑞源嘴炮王带也没换掉 对嘴炮王 然后你想想看 卫护部系是掌管全国的健康问题的 然后可是呢 他去年就是变成嘴炮王 只有帮变成台北市陈始终的竞选的发言的 王美花也是常被点名的嘛 经济上面就是整个台电中有去年亏损多少 所以为什么才会说 两个加起来大概4000多亿了 4000多亿 所以你看呢 我们的经济部长没有拿出实质来 跟他也没有换啦 你想看去年2022很多都是内政的问题 我们的警政人士 我们的警政人士 书贞昂一把抓 然后他跟徐国勇的这些 他们两不合 真的很不合 为了这些警政的高层的人士 两人斗得很厉害 然后呢 斗得很厉害之下 就产生很多的黑金 88枪的一个枪击案 这些都是跟地方的黑金纠葛在一起 你寄望一个 林又昌51岁 中生代的要出来掌这个 全国最大的内政部长 你觉得他可以吗 你想想看基隆市是一个县市县辖市长 他只有37还是38万人口 就是一个小的人口 他基本上比板桥恐怕都有60万 大家就会开始怀疑 那你本来是掌管 区长都还小的一个市长 那你现在来管这个内政部长 到底行还是不行 你要能够三安嘛 国安嘛 国家要安全嘛 治安嘛 你的黑金还有你88枪 这个要解决嘛 再来就治安嘛 我们过去你看 这也是内政部的问题 在许国勇内政部内 你看我们2300万人的个资都外露 不要说这些大的单位 连许国勇败选之后 就说什么 他身体不好要辞职 结果辞职去开了一个节目 结果节目里头拿的那个画面 居然是立法院的 对 这都很争议 这些都是内政部长林又昌要能够好好的来讲 现在新的这个众议院院长麦卡锡 又说要来了 麦卡锡当然他上来最好他要讲什么 他当然是要为了制造自己的声量 他就说他要来访台 访台那好大家都拆在等 所以现在民进党是很高兴呢 还是拆在等 现在台湾为什么从去年你看 人欧洲的一些小国家 或者是美国或是哪里 他们都很喜欢把台湾拿出来讲 因为在地缘政治上面呢 俄乌战争的情况之下 讲台湾就很容易上国际的新闻 所以麦卡锡现在就是很为难 他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声量 然后他就说他要来访台 请问一下美国的民主党到底是要做什么表态 那民进党的反应是什么 可能是左右为难 你觉得呢 像这种事情外交上面 蔡英文政府不可以说 他只是要去 想要有国际上面的一些民生 他希望大家来 我们国人也都希望大家来 全世界都来关注台湾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台湾是好事 但是呢 关注之下 我们还是要很重要的 维持一个我们国内的安全 也是更重要的